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大家出版的新书 中文书名叫做改变你的心智 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英文原来的书名 稍微长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叫做How to Change Your Mind 所以是如何改变你的心智 作者是Michael Pollan 在简介上面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他是美国首屈一指的 饮食作家 著作旅货 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 评选年度好书 Michael Pollan的确写了很多 跟饮食有关的文章跟书 这本书要说的 也是我们吃进到身体里 一种东西 不过这跟我们一般意识底下 饮食文学的题材 却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他要讲 吃进到身体里的东西 是我们过去一般称之为 叫做迷幻药 不过先要说一下 Michael Pollan特别强调 该怎么命名这样的东西 他说这样的东西 曾经被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 一度被称之为叫做致幻剂 或者我们称之为叫迷幻药 那就是Hallucinogen 但是除了导致幻觉之外 这种东西还有其他的效果 因此研究人员很快就开始寻找 希望可以找到更为精确 而面面去到的用词 那在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选择了psychedelics这个字 那在书的中文 把它翻译成为麒麟药 当然他说 这个词汇有它的缺点 psychedelics这个字呢 背负了太多泛文化 或者是嬉皮文化的包袱 所以有些研究人员 希望能够摆脱上述的联想 并且强调 这些药物的灵性层面 所以呢 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呢叫做anthiogens anthiogens关键的是theo theo指的是神 所以是让你有神的感觉 或有神意感觉的 这种刺激的药物 这是这个字的原意 中文里面把它翻译叫做 宗教显灵记 是来自于希腊文词源 theo这是内在之神 不过Michael Poland 依照他的评断 他觉得这个词句太强了 指的是神放到里面去 因此他还是用了psychedelics 因为psychedelics 这个希腊文的词源 是有展露心灵的意思 这也就是他认为 这些奇特的成分 对于人会产生的影响 所以他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要讲的是20世纪 到了中叶的时候 在人类的生活里 出现了两种特殊的新的分子 这两种有计划合物 有惊人的家族相似性 在西方的社会 投下了震撼蛋 假以时日将改变 社会政治文化史的走向 以及数百万人的个人史 因为这数百万人 最终让这两种分子 进入到他们的大脑 他特别提醒 这种特殊的时间性 因为这两种 足以翻天覆地的 化学物质出现的时候 在人类历史上 正碰上了另外一场 轰动的大爆炸 那是原子弹爆炸 所以有人比较这两者 特别着重其中的关联 认为同时而生 必然有因缘交汇 都是巨大的新能量 闯进到了 我们原来所知道的这个世界 这两种新的分子 让我们先来看看 原始于大自然的这一种 这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只是已开发国家 没有人知道 制造这种分子的 不是化学家 而是一种毫不起眼的 棕色的迅菇 大家就把这个分子 后来称之为叫做 裸盖菇碱 曾经有几百年的时间 墨西哥以及中南美原住民 把这种棕色的小迅菇 当作圣物来使用 阿兹特克人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专有的名词 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神的肉身 西班牙人征服了当地之后 这种迅菇遭到罗马教廷大力的扫荡 从此转到地下 1955年 有一位曼哈顿的银行家 兼业余的增俊学家 他在墨西哥南部一个小镇 出藏到这个神奇的蘑菇 两年之后 他在当时美国最受欢迎最畅销的 Live Magazine 发表了15页长的文章 谈的就是让人眼观异象的这个蘑菇 这也是普罗大众第一次接触到 有关什么叫做意识性形态的消息 在那个时代 有一本非常知名流行的书 叫做堂皇的门徒 那堂皇的门徒就是在描述 如何去到了南北洲 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 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棕色小讯菇 所以在脑袋里面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幻觉 或者说叫做意识的新形态 这是裸盖菇碱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就是LSD 他的化学专有名词是麦角酸二乙安 这是1938年 由Abbott Hoffman他所合成的 Abbott Hoffman合成LSD被发现的故事 这是20世纪中叶非常重要的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故事 那个时候Hoffman他是一个年轻的化学家 他在Sanders药厂实验室底下工作 这个单位主要是负责去分离药物植物当中的化合物 以找出新的药 然后Hoffman他特别处理的是麦角 要把麦角的分子一一划分出来 麦角是一种感染穀物 尤其是会感染Body的一种增菌 然后呢 人如果吃下了受到感染的这种穀物所制成的面包 偶尔会发生类似像疯癫或者是中邪的现象 这里还有特别提到 在美国的历史上面非常非常有名 一直到今天 我们称之为叫做猎屋猎屋 Witch Hunt Witch Hunt发生在17世纪的时候 是在美国麻州北边的Salam 然后呢 产生了那个镇的恐慌 因为觉得好像镇上有几个女生 她们变成了女巫 所以这叫做Witch Hunt或者是女巫审判 关于解释为什么Salam当时会有Witch Hunt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像女巫一样 就有人 其中的一个理论是认为 被指控的这些女性 她们为什么产生让邻居这么恐慌的行为 就是因为她们是麦角中毒 麦角中毒所以产生了重邪般的行为 不过自古以来 麦角有别的作用 例如说Midwife也就是产婆 她们会用麦角来迎产 并且帮助孕妇 在产后可以止血 所以药厂就希望可以在这个真菌的生物碱当中分离出 或许就可以有银产或者是止血作用的药物 1938年的秋季 Hoffman做出了这个系列分子当中的第25种分子 所以她把它取名叫做麦角酸二乙胺 简称是LST25 经过动物测试之后 发现这种化合物大概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吃下去的动物变得躁动不安 另外没有其他的变化 所以这个配方就被数字高阁 可是这一放呢 放了五年之后 1943年非常传奇的这一天 那我们看一下1943年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这一天Hoffman突然产生了一种古怪的预感 他觉得应该再去看一下 已经被放了五年的LST25 一般在药厂 如果发展出来的化合物 没有可以变成药的前景 就永远会被弃制 但是他就是没有把LST25给丢掉 他总觉得这物质可能具有某种特质 他的第一次的研究并未发现 所以他再去碰了一次LST25 而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 那是什么样的意外 以至于后来LST 为什么会变成风靡全世界 既可怕又迷人的迷幻药呢 我们休息会儿 回来告诉大家 LST25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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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去收听 杨早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Michael Pollan所写的中文翻译 叫做改变你的心智 大家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书 Michael Pollan所写的这本科普书 主要就是为大家介绍 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迷幻药 这本书里面把它改称叫做麒麟药 这种像LSD 或者是这种麒麟药 到了21世纪 我们如何重新认识 在20世纪当中 曾经发挥过这么奇特作用的这些药物 还有借由这些药物 我们如何重新认识 重新理解 什么叫做Mind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智 究竟是这么一回事 LSD是在一个药厂的化学实验室里面 制造出来的 它的制造者是Hoffman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1938年Hoffman就已经合成了LSD25 他把它放了五年 因为觉得它不可能变成有药效的任何的药物 可是到了1943年 有一天他要去看一下这LSD25 所以看一下意味着 他在从麦角当中重新合成LSD25 可是麦角的读性非常的强 Hoffman这次操作 突然异常 以至于他的工作中断 想必是阴挫阳差 所以经由他的皮肤 吸收了LSD25的少数的化学物质 因此等到他回到家里 躺在沙发上 就发生了 如梦似幻当中 他闭着眼 看到一连串奇幻的土样 连绵不绝 形状疏异 颜色鲜艳 变幻如画画桶 你要想想看1943年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这里就发生了 世界上第一趟LSD零油 Hoffman感觉到非常非常好奇 所以呢 几天之后 他拿自己来做实验 他把0.25毫克的LSD 融在一杯水里面 喝了下去 我们来确认一下 一毫克呢 等于千分之一克 所以他用的是 0.25毫克的LSD 这样的一个剂量 一般来说 是非常的小型 换做其他的药物 这种剂量 几乎都很难发生作用 但没有想到 后来了解 LSD的效力 是人类已经发现的 精神活性化合物当中 最为强烈的 仅仅几个微刻 一个微刻 等于千分之一毫克 这种剂量就具有活性 所谓具有活性就是 就能够产生效果 所以这场 令人精益的事件 激发了科学家 他们当然要去探索说 为什么这么少量的分子 就能够对人的心智 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所以最终找到了 在大脑当中 接受LSD的受体 还发现了体内自行的 一种化学物质 现在非常的有名 并非常流行 叫做血清素 血清素可以像钥匙开索一般 启动这个受体 hoffman的发现 推动了1950年代的 现代脑科学 可是当时的hoffman 很惨啊 这是世界的第一场 恶性LSD零油 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受控制的 而且它的剂量太高了 它骑着单车 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什么方法 回到家里躺下 助理赶快帮它叫了医生 hoffman描述 在家里面 它熟悉的事物 还有家具 出现了怪异的形貌 非常的恐怖 不断的动作 仿佛因为内在骚动 不安而活动 它感受到外界世界的崩解 以及自我的笑容 好像是有邪魔入侵 占据了它的身心灵 它上窜下跳 高声叫喊 试图要摆脱 这个抓住它的 这股力量 但是呢 很快的又垮了下来 无助的躺在沙发上 那一刻 hoffman相信 自己一辈子 都会精神失常 或者很快就会死掉 他说 我的自我空悬在某一个地方 看到我的肉身 躺在沙发上 已经死去了 助理叫的医生来了 可是医生一检查 发现hoffman的生命迹象 心跳 血压 呼吸 都正常 唯一不对劲的 只有它的瞳孔放大 在这种急性的效应 消退的时候 因为它的剂量 真的太大了 hoffman感觉到一种余晖 这叫做起灵体验 这跟宿醉 刚刚好相反 它走到外头 自家的花园 春雨刚过 所以它描述 光线轻亮 照得万物闪耀 世界仿佛新照 从那次之后 大家就发现 起灵药的体验 深受个人预期的影响 比其他类型的药物 更容易受到外力左右 后来的人在叙述 LSD的体验的时候 经常用东方 或者是宗教的意味 来描述 所有LSD的体验当中 hoffman最早就在 LSD的作用底下 体验到熟悉的物品 活了过来 世界仿佛新造 这样的经验 在后人起灵的体验当中 频繁的出现 这就是LSD被发现的 戏剧性的过程 后来LSD变成了迷幻药 再下来 LSD在媒体上面 一路从精神医学的万灵丹 反文化运动的盛产力 慢慢变成了 大家认定 残害年轻心智的凶手 然后呢 有科学家提出 LSD会导致染色体紊乱 另外有轰动的 智慧事件 美国电视节目的 民主持人 公开的认为 LSD害他的女儿 从公寓窗口跳下去 于是大致抨击LSD 所以到了1970年代 跟LSD有关的新闻 都是刻意要让人家害怕 让你远离LSD的 也就意味着 长期以来 像Michael Poland 他一直相信 LSD是坏东西 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因为有几件事情 冲击了他原来的这个观念 例如说他提到了 2010年的春天 他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的标题 说叫做 自换剂再度吸引医生的眼光 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 研究人员给癌症末期病患 服用高剂量的裸钙固碱 这也就是从麒麟蘑菇当中 所提炼出来的化合物 帮助这些癌末病人 应对临终时候的生死之苦 这个实验呢 在Johns Hawkins大学 还有呢 UCLA和纽约大学同时进行 可是他说 他当时2010年的时候 他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他认为 这不是疯了吗 而他想 如果他自己被诊断出 是癌症末期 最不可能去做的 就是服用这种迷幻药 因为对他来说 这种做法 不就是把自己的心智掌控权 交出来吗 在心理脆弱的状况底下 直视深渊 可是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吸引了他 报道里面说 许多自愿受试者都表示 在那趟有人引导的起灵旅程当中 他们重新思考了 自己如何看待癌症 又如何思考 自己如何不久于人世 还有好些人说 他们的死亡恐惧完全消失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报道里提到的原因 妙则妙矣 又有点悬 文章里面呢 就引述了一个研究人员的话说 个人超越了自身 对于肉体的主要认同 感受到了一种 无我的状态 所以他们归来的时候 观点一新 也深切接受了现况 所以这件事情 吸引了他的注意 可是也引发了 他更深刻的怀疑 他自己从来为投注 什么样的时间去探索灵性之路 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接触到宗教 他在哲学上 基本上是一个唯物论者 也就是相信 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所构成的 并且遵循着物理的法则 这些物理的法则 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一切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一趟吃了一个药 这种麒麟的体验 难道就有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科学 唯物的人生观里面 冲撞出凹痕来吗 就有可能改变人 对于道德的认知吗 就能够长久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吗 我们的心智有那么容易改变吗 或者更进一步的问 我们的心智到底如何改变 如何被改变 因此这就联系到这本书的书名 英文书名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当然单纯看这个书名 我们以为是教你怎么改变你的心智 不是Michael Paul 是要探索如何改变心智 哪一些力量 哪一些因素会改变心智 他慢慢的就发现了 其实改变心智有它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经常陷入在习惯当中 为什么我们会去旅行 为什么我们赞扬艺术 赞扬自然以及修行 到后来包括 为什么会用某一些药物 都是因为这些事物 可以堵住我们的习惯 让我们沉浸在奇妙的当下 我们得到了一种新鲜的眼光 怎么叫做新鲜 新鲜就是摆脱原来的自我的意识 让我们进入到意识的其他模式 从这里出发 所以他就写了 不只是对于麒麟药的重新认识 更深刻的就要探索 在这个书名的副表题里面所说的 What a new science of psychedelics teaches us 奇妙药的新科学发现 如何教我们或教了我们什么 About consciousness Dying, Addiction, Depression, and Transcendence 关于什么是我们的意识 什么是死亡 什么是着迷 什么是忧郁 以及什么是超越 这些重要吗 其实对于我们的意识 对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再重要不过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本书 对这几个重大的人生的议题 有一些新的认识 新的理解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等会儿时间 我们再会 寂寞的窗 请他爱起我 被随着紧缩的思念 大家好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核赎 明天赞 杨核赎 欢迎订阅 词每天赞 杨核赎 明天赞 杨核赎 明天赞 杨核赎 常古兰核赎 明天赞 杨核赎